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上期做了一个是基础的rigify的使用方法 那我这次讲解一个境界的方法 如何克制化的去绑定你的角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叫包子游戏 那rigify里面就内置了很多不同的肢体 可以让你自由搭配 理论上来讲 这个方法可以绑定任何的生物怪兽之类的 首先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模型 而这个模型呢原来就只有两只手 那我是为了做教程呢 所以就复制了两只手出来 然后呢又增加了一条尾巴 大家看一下这个模型 我做的一些视频呢 主要都是从整体的思路来讲 我主要是做到一个炮砖演义的效果 那还是按Shift A选择armature 那这次呢我们选择下面这个basic human 这个谷歌呢它就只有一个基础的谷歌 是没有手指和脸的 然后呢按Tab键切换到edit模式 然后按A全旋 然后按S键把它放大 这一步呢就是要把所有的谷歌点都匹配到这个模型上 这一点步骤呢就比较枯燥了 那我这边就选择快进了 然后呢把所有的身体谷歌都放好之后呢 我们来到右边的谷歌菜单栏里面 找到这边的rigify buttons 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预设 比如说有手啊脚啊脸啊狗腿啊之类的 那具体这边要怎么使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名称里面的最后个单词 这些名字呢就是我们想要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找一个face脸 点一下这个脸 然后呢再点一下下面这个add sample 这个时候呢我视觉原点就会出现一个脸的谷歌 由于我这个模型本身比较大 那好那我们把这个谷歌放大 把它放大到头的位置 由于这个脸部的谷歌是单独停加上去的 所以呢我们要把脸部的这个谷歌和身体的谷歌呢 连接到一起 而做法也是很简单的 先点击脸部的谷歌 再按shift加选头部的谷歌 按ctrl p 如果按第一个的话呢脸部会直接连到头谷 但是呢我们现在是要选第二个keep offset 这个呢是可以让脸部连接的同时呢 保持在原来的位置 我们连好以后呢 就还是一样的把脸部的谷歌一一放到对应的位置上去 所以呢这边呢也是快进了 脸部做好以后呢我们再一次来到rig 5 buttons 找到finger 添加一个手指 这里那边的手指头都是单独一根根的 所以呢如果你的角色有很多个手指 或者只有两三根手指呢 也是可以一一对应的 我们先把这个手指的骨骼呢放到大拇指这边 因为只有三节 所以呢我就把后面的一节删除了 然后放好之后呢再添加一个手指骨骼 放到食指的位置里 调整一下位置 然后再复制成四个 这边也是调整一下各个关节手指骨骼的位置 把所有的位置都摆好之后呢 点击所有的手指的骨骼 最后加选手掌的骨骼 按ctrl-p 选择cam offset 这样呢就是可以把手和手臂都连接在一起了 然后呢我把这里的手复制一下 再按一下alt-p先去除它的骨骼 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手的位置 把手的位置放好之后呢 我们再去新建一个lamb手臂的骨骼 也是一样了把它放大静下 然后匹配到上手臂的位置 匹配好以后呢 点击手臂的骨骼 加选锁骨的骨骼 按ctrl-p 然后按set offset 把手臂连到锁骨上 因为是静下的缘故 所以左边做了呢 右边也会自动连接上去 然后点击手指的骨骼 再加选手掌 把手和手掌也连接起来 这样呢整条手臂就都做好了 那我们加上尾巴的骨骼 还是在这边老地方 然后我们找后继的名字 tail尾巴 点击一下add sample 尾巴就是不用镜像 除非你的角色是有两条尾巴的 也是一样的 匹配位置 骨骼的话 如果你的尾巴比较长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骨骼 加一个细分 然后摆好位置之后呢 点击尾巴 再加选屁股的骨骼 ctrl-p 选择cube offset 接下来呢 回到object模式 点击这边的generated rate 稍微等一下 尴尬事情发生了 下面显示一条红色的报酬信息 我检查了一下 然后发现是上面这个手的问题 所以呢 我就把上面这个手的骨骼都删掉 然后呢 又重新支走了一边这个手 然后呢 我把所有的骨骼又一次次的摆一下 再一次点击generated rate 好了 这一次算成功了 我们来大概测试一下 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生成的这个绑定骨骼 和我们的模型蒙批起来 我们先选中所有的模型 然后按shift 加选骨骼 按ctrl-p 选择automatic weight 然后就等一下就好了 来 都能动 就说明可以了 然后呢 如果你要修改的话怎么办呢 我们看右边的outline里面 我们的骨骼显示的是meta rig 而新建出来这套绑定文件 它就叫rig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rig这个文件把它隐藏起来 然后来到meta rig里面 在这套骨骼里面去重新修改 或新增或删减 那我们现在呢 给这个头上角呢 再添加一个google 方法和之前的方法都一样好 我就不累赘了 添加完之后呢 再点击generate rig 我们这个google 匹配上去之后 我们给它做点测试 我们动一下它的控制器来看看 我们发现没有反应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给它蒙皮上 我们给它把这个脚给它加上这个蒙皮 然后呢弄好之后 我们再测试一下 可以运动 说明说明这个就对了 如果其中有发现骨骼的位置 需要修改什么的话呢 也是这样弄的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刷群众 然后刷群众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些动画来看看 每个部分的群众匹配的位置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不断的调整骨骼 群众和动画之间的关系 然后不断调整不断调整 才能到自己最满意的状态为止 那就好了 最后的最后呢 你可以试着K段动画 然后把光什么都打一打 看看效果 大概的思路就是这样的 我在这边就是给大家一点idea 我相信同学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自己也一定能摸索出一套自己的东西来 慢慢练习就会熟练 好那如果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呢 就请关注一下这个频道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